通報沒有說明潘池嚴重違紀違法的具體情況 潘池在廣東趙慶和中山市司法系統任職40多年 1998年起任廣東省趙慶市檢察院副檢察長、檢察長、 反貪局局長 2009年10月起到2020年1月 任中山市中級法院書記、院長、市政法委副書記 另據《明慧網》報導 潘池在趙慶市、中山市任職期間 對楊錦岩、梁淼霞和張宇民等多名法輪功學員遭迫害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報 追查潘池曾任職的中山市政法委迫害法輪功的相關責任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